是 那龍隊教練團這邊換的非常果斷喔 因為接下來的打者是 今天有三連安打的周佳樂喔 所以非常明智的選擇喔 第一球出棒 哇唷 周佳樂今天說 關你什麼歐的 還是關你什麼樂的 我都行啊 兩出局之後呢 敲出這場比賽 個人的第二次安打 哇 那今天 和這樣的安打分布之後 兩個人 都只能跟周佳樂而已啊 但是 周佳樂不簡單喔 因為瑞歐的這個大幅度的曲球 對 左打者來講是比較沒有那麼好攻擊啊 不過這一球他還是有效的掌握住 有上壘就有機會喔 第一球出棒 哎唷 還真的接續的安打 現在來看到一壘上的跑者要衝三壘嗎 停下來了 不要挑戰天歌喔 終於在這場比賽 漢將有第三個人敲出安打了 代打的搖冠尾 棋局下半 敷包漢將 兩出局 再次迎來的等一圈機會 哇 瑞歐 兩顆球就有兩隻安打喔 所以我想這也是 衛泉教練團比較死料慧吉的喔 歐 二靠 三人 有人 走半邊 哎呀打得很好 但是球直接被劉姬宏給接進了手套 齊局下半富邦漢將相當的可惜啊 不過看到陳慶豐教練是不是要看挑戰 今天呢 今天是維持原判 是皆殺沒問題 所以七局下半 看你這樣很可惜 留下得點圈的殘累